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过分地称呼着他们为桃粪男孩 那段时期的他们应当属于又黑又红 过后的几年 他们的组合热度依然不减 三小只也都各自有了发展 易烊千玺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接触影视剧 同时质疑他的人也更多了 身为偶像不好好唱歌 为什么要去演电视 演电影 这段时期的易烊千玺一定是压力大的 不过他没有理会这些质疑 而是选择坚持自我 在19年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 《少年的你》上映后 外界对他的质疑也变得小了 而随着年初上映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播出后 质疑的声音更安静了 番茄也被电影中一扬千玺的演技 深深的折服了 尤其是他那段剃了光头 穿着病号服睡在病床上 那个眼神让番茄震撼到了 那是带着求生的欲望 在与病魔的奋力斗争 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哭声一片 不仅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还转足了我的眼泪 在心疼电影的唯一行时 番茄又心疼起了现实的一扬千玺 他用自己的实力回应了那些质疑 他做到了 真正应了网友对他的评价 他踩着玻璃渣走来 手里却拿了玫瑰花 这句话太戳番茄的内心了 那么温柔的一个人 宁愿把所有的难过都留给自己 也要对粉丝 朋友家人笑着说我很好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易烊千玺 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他真的可以 用实力去回击了那些质疑声 也让陪伴他的人 都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和担心 奥斯卡评委在采访中评价易烊千玺说 《少年的你是》 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他的演技令人惊叹 《少年的你是》 是易烊千玺第一部电影 千玺在接受采访时说 小北身上有一部分 我自己的影子 有一些最终放到成片里的反应 或者瞬间都是我自己 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瞬间 不是我去演出来的 小北有一点 我一直很喜欢很向往 他能够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 去对抗世界 他一直很善良很纯洁的 在其他歌手 演员都是整齐划一的偶像派的演艺圈里 像易烊千玺这样脸部线条硬朗 眼神纯真的人 确实很适合出演这种位于社会边缘的角色 他少年成名 眼底含有故事 有其他少年人不具有的早熟特质 小北这个角色的成功和导演的选角分不开 当然也和他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编剧张继说 千玺你是一个演员 不是一个偶像 易烊千玺听到这句话以后哭了 因为这句话是对他作为一个演员的莫大肯定 17年进长安十二时辰剧组时 很多人发出质疑 剧组是要靠他拉流量吧 他会演戏吗 那时候的他在大家眼里 不过是一个流量小声 是TF-BOYS成员 是一个歌手 大家都在奇怪 他怎么跑这儿演戏来了 本来在进组前 就下了很大决心的易烊千玺 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官宣的时候更加感到忐忑 他说自己一直是抵触镜头的 况且之前出演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高冷学霸 话不多 不需要很多面部表情 但是在长安十二时辰里 他很快地调整着心态 不断地模仿学习 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在剧中 他扮演的是世家公子李璧 身着青蓝色道袍 头戴玉冠 手指浮沉 看似清冷 不问世事 实际上是个关心家国天下 胸怀雄心壮志的模式 网友评价 易烊千玺身上 有一种和李璧一样 出世不同流的气质 这种气质在紧张的剧情气氛中 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又是颇为独特耀眼的存在 导演曹顿说 巧夺天宫 永远打不过浑然天成 这几乎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同一剧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某场戏中的表演 弹其差点被活埋 被李璧就出后洋装反目 李璧的眼神里有着疑惑 心痛 但是玄机强自镇定 应对当下局面 把少年老程演绎得十分到位 正是这次参演 让他对演戏萌发了很大的兴趣 进组后不久 他就立志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现实中的他同样有着不服输 闷声做大事的性子 卯足了劲 想要考好证明自己的能力 闭关两个月后 他以专业文化双第一的成绩 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话剧 影视表演专业录取 在他的第二部电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 他扮演了一个患癌少年 唯一行 虽然肿瘤已经被切除 但是谁也说不准 会什么时候再次复发 由此他对自己的生活 丧失了兴趣 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强烈欲望 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身体蜷缩着 举着书的手指 筋不住颤抖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他中途走出去 回来却看见他爸爸摘下眼镜 在擦眼泪 说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亲戚们纷纷提出 要卖掉自己的房子 他站在门口听着 眼中带泪 走进去冲大家身鞠躬 说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在他倔强地和父亲对峙时 父亲猛地甩过来的那一巴掌 刺疼了观众的心 据说为了这一巴掌 易阳千玺自己主动提出 要重新拍 因为他老是怕拍得不够实 要来真的 在抠细节 抠真实这一点上 他就超越了很多演员 有人吐槽 他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 因为没有周冬宇的演技 buff加持 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了 但是实际上 这部电影本身就有点落了俗套 让人联想到之前的 《我不是药神》 滚蛋吧 《肿瘤君》等同类电影 而加入了恋爱情节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 也很容易让大家猜想到结局 剧情的反转和惊喜不够 但是这种癌症家庭剧 本身题材比较沉重 要演好挺不容易 他在电影中的细节和真实 一直都在 他演出了一个普通的孩子 面对癌症时的恐慌 焦虑和挣扎 他演出了真实的文艺行 这就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 他才20岁而已 未来可期 仔细算一算 《易阳千玺》 大概已经有五个月 没有任何公开活动 也没有任何露面和曝光 甚至连热搜也寥寥无几 这样的状态 对于《易阳千玺》这个年纪 以及流量路线来说 是很有风险的 所幸的是 他暂时不在江湖 但江湖依旧有他的位置和传说 如图所示 这是近期新鲜出炉的 南明星超化人气排行榜 从第一到第七分别是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 张哲瀚 易阳千玺 朱一龙 龚俊 是的 在当下的娱乐圈 流量梯队的更新 就是这么快 纵观榜单前期的南明星 几乎都是近几年刚走红的 心近顶流 除了易阳千玺 易阳千玺有多厉害呢 他这半年以来 几乎已经闭关了五个月 但人气排名依然常驻前五 而且他是榜单前期里 唯一一位初代顶流 没错 当初的顶流阵营四大三小 如今只有易阳千玺 依旧稳居顶流梯队 就算和一群新近当红的 顶级流量南星相比 依旧毫不逊色 不得不说 易阳千玺被评价 流水的顶流 铁打的易阳千玺 此言不虚 当然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甚至可以说是意料之中 毕竟易阳千玺的流量 从TF-BOYS走红初期就开始积攒 也因此 他的国民度在流量里 几乎一齐绝尘 毕竟 在流量之外 他还有几乎所有主流电影 奖项的最佳新人奖 棒身 还有金鸡奖金像奖的影帝双提名 以及近30亿的男主票房 有这几样做基础 有这样一张 可以直接放奖杯的实际图 他的流量号召力 只会越来越强 也因为有奖项棒身 有底气的缘故 易阳千玺常驻前五的排名 被发现之后 不仅没有被吐槽 反而备受称赞 因为在一堆双男主剧出身的流量里 有网友说 他是超话前十里死死不动的防腐剂 有人感叹他埋头拍电影 啥消息都没有 居然还能位居前五 当然 易阳千玺闭关这五个月 不是在放松休息 而是在筹备下一个大招 在这五个月里 易阳千玺先后拍摄了 《长津湖》 《中国医生》 世间有他等大制作 又有奖项希望的电影 可以预见的是 这三部电影上映之后 易阳千玺的实地图会更加好看 圈内地位也会越来越稳固 יש市区别的的 folks 我们下期待 视频再见 视频